我能不能查得出來是誰 我時間壓力我查不出來 這個法律長是站得住腳的 可是後面所有的這些的引述 通通都是 非常的惡意 那假如這樣子可以的話 那以後我要罵哪一個法官 我也可以這樣罵 我先前面就說 我沒有辦法查出來 那個人是不是我不知道 但是呢像這樣的法官 在酒廊裡面 這個惡行惡姬 我一樣可以說 可以這樣子嗎 好 第2個 剛才各位集了那個什麼 什麼瑞德的 他的一個在臉書的 他不是在台上講 是在臉書搜的 就是說白紙黑紙 是他想過才寫的 可是我看不懂他在寫什麼 根深蒂固的思想 那是你說的 不然你說我面白是什麼 你講明嘛 是外省人才會這樣罵 不是外省人就不會這樣罵 講明嘛 不要講那個隱隱惠惠的 更重要的一點 媒體的責任在哪裡 剛剛我們講 我們台灣有一個上媒體的 還在主持節目 他這個被告毀謗 成立了好幾次了 華恩簡直可以把他叫做 長夜犯的一個女士 還很怕人家稱他叫女士 我請問 媒體你們請得了他嗎 應該請嗎 還有媒體應該讓他當主持嗎 這種人在國外 我可以講 BBC也好 MBC也好 不管怎麼樣 說有一個主持人被告毀謗成立 然後還可以坐在那裡 我大概還沒有看過 還可以天天狂狂而談 是誰 不是他的問題 是媒體的問題 今天媒體在聘請一個人 看到這樣子的 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臉書 照道理講是拒絕的 為什麼拒絕 因為你已經不適格來談問題 因為你的問題 會從省級的角度來看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說 在臉書上寫 外省人玩根深蒂固的思想 就是意思是什麼 就是外省人你是建民嗎 是這樣子嗎 然後在這個 你再看 上個月底 中國新歌聲在台大引爆流血衝突 然後呢 統一促進黨成員 持甩棍歐商學生 行政院長賴清德 在行政院上指示 行政團隊必須延價查辦 你不覺得很肅殺嗎 你不覺得很可怕嗎 人家是 中國新歌聲在台大 其實是辦活動 被獨派的人砸場鬧場 結果後來的事件 變成叫做 他引爆流血衝突 然後呢 已經11天了 請問我們的法務部 檢調教育部 你為什麼不公布錄影帶 到底是誰打誰 董哥 為什麼每一件事 這幾個板子 我都是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是雙重標準 為什麼法律都在支持掌權的人 蔡正如是台灣最大的黑幫 那他自己認為他的台獨小弟 被幾個老頭子打了 所以他要警察去查辦 這就是那時候的原因嘛 那你今天看到這些人為什麼 因為這些台獨的學生替他衝撞嘛 從太陽花 黃柯剛到現在 這些人 戰功標柄 民進黨今天獲得正獎 不就靠這些人嗎 所以他用警察的力量 警察是很無辜的 叫他去掃蕩黑幫 我們報紙每天看 黑幫打協商 難我哇 又掃蕩了誰又掃蕩了誰 你可以看到這些不堪了 其實他就是黑幫的做法 這個台大的事情很奇怪 不是保障合法起地揮華嗎 打人數揮華OK 是不是呼我還去責任 那我請問人家合法申請了啥 被衝那是要不要起地啊 要不要起地 保障合法起地揮華 這句話不是我發明的 這句話是我們警聖職 作為處理社會治安 以及群眾活動的最高準則 各位今天你起地了什麼揮華 今天你起地了什麼揮華 結果你是選擇性的起地 這樣的政府當然讓人家看不起 這樣的政府不垮 也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委員其實我有看 我們節目有播過 您在質詢官方 對 葉俊榮 為什麼不播錄你帶 任何人打人都該辦 統治黨的人打人要辦 但是我是說你要不能 你這個選擇性的去處理 那前面那些人 他有沒有先 他有沒有動手去打人 是誰先動手的嘛 對嘛 所以說既然要打人 你不能只選擇說 我辦統治黨的人 同樣的他現在要查 統治黨的精源 那所有的政黨都應該要去查嘛 對不對 你不能只針對人家統治黨嘛 聽說拿什麼200萬 3000萬 現在又變成一億多的什麼什麼什麼 下禮拜會變成20億了 我是覺得我跟內政部長講 我說你不能選擇性 要辦大家通通打人都不對 要辦通通辦 不能只針對 你看到的 說打學生 那些有幾個學生 是職業學生 他為什麼不公布錄影帶 我想打學生當然不對 那幾個職業學生有沒有動手嘛 我們在這個節目看到 他為什麼不公布錄影帶 我跟曾明中 我們都要求 你要把台大有監視錄影帶 你把它拿出來 讓我們好好看看嘛 讓我們唾棄黑幫嘛 有的話拿出來啊 所以我是覺得你看 十一天囉 只要支持國民黨的 只要不支持反對民進黨 他通通要辦 你通通有罪 許乃玲是因為 他為什麼會被他講連結外省人 因為許乃玲大家都知道說 他並不支持台獨 所以就要被這樣嗎 然後林昌敏因為是國民黨的立委 就要變這樣嗎 就是從這幾個例子講得很清楚 法官又講這個理由 我實在是 那以後我隨便亂罵人講說 我要因為要辭教信 我沒有辦法去查證 不行 因為你是國民黨 只有是綠的罵男的 才可以是綠的罵男的 可以像我們 我們一定要求證再求證 求證一百次 我們這樣的話 馬上就進去關了 真的 他們沒有求證 就是說求證時間太緊迫 你時間太緊迫 你就不能發布這個新聞 你要等到你求證 確實才可以發布 這是新聞的主言